当时快在线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云霞老师 那这次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 2022年终极财务管理的抢学班 在这里边呢我们上一次课呀 是讲到了抢学班 第二个模块里边的第二个专题 就是财务管理的具体应用 在具体应用当中是给大家设置了五节的内容 第一节筹资管理 第二节投资 第三节营运资金管理 第四节成本管理 第五节收入与分配管理 而上一次课 我们已经学过了第一节筹资管理 为我们后续的第四章 第五章的基础班的学习呢 做了一个铺垫 那这次课呢 我们就要学习第二节投资管理的有关内容 投资管理也是属于我们终极财务管理 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啊 那这一节学完了之后呢 就为我们后续基础班的第六章的学习 来做了一个铺垫 那关于投资管理 这一节到底介绍什么样的内容呢 下边我们就展开来学习一下啊 首先还是来了解关于这一节的学习方向 通过这一节的学习呢 需要大家去了解投资的含义 熟悉投资的三个特点 那重点掌握的就是投资的分类 而且关于这一节的基本的设计啊 就是从投资分类来作为一个基础的 就整个脉络啊 就是涉及到投资的分类 五大类别给大家介绍完之后 这一节的内容也就学完了啊 我说的是在预习班当中 大家就已经学完了啊 在投资分类当中啊 会涉及到一个类别 就是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 那整个第六章投资管理的核心内容 就是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 那我在介绍这个类别的时候 就给大家稍微去展开关于项目投资的基本内容啊 会在这个类别里边就做一定的铺垫 我们会介绍营业现金净流量啊 回收期啊 净现值的一些有关的内容 然后在证券投资里边呢 实际上也会给大家稍微铺垫一下 关于证券投资的风险的类型啊 那总之呢就是通过第二节投资管理的学习 为我们后续基础班的第六章的学习 来打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啊 这就是学习方向 下边呢再看一下关键概念 这些关键概念实际上并不是说 考试的时候直接去考这个概念啊 它主要是便于我们去理解投资管理的 总共这一节的知识的 那么首先涉及到投资 然后有项目投资 有独立投资 有护赤投资 有现金流量 有经现值 还有回收期 那学完了之后呢 可以回过头来 再稍微去了解一下啊 就是自己呢 可以再去总结一下 但这些概念没有一个 是需要大家去洗记硬背的啊 那接下来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是要带着这些问题 来学习这一节的内容的 需要思考哪些问题呢 给大家提出来这六个啊 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投资啊 哪些行为是属于企业的投资呢 第二投资管理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三个问题 投资有哪些分类啊 第四个问题 那个静态回收期怎么算呢 你看你现在连静态回收期是啥 可能都不知道啊 没事即使是在我们抢先学当中 我一说完了 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接下来就是如何来计算项目的竞见值啊 我们主要是说一个非常基础的这种思路啊 后续的基础班都会有更完善的一个学习 接下来就是证券投资的风险 有哪些类型呢 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然后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进入到高效引学 这一节具体内容的学习当中了啊 在这一节里边呢 要介绍投资的含义 投资管理的三大特点 还有投资的分类 那你看投资分类讲完了之后 整个这一节也就结束了 在介绍投资分类的时候啊 就会给大家去补充项目投资的一些 比较重点的内容 还要补充一下证券投资 所涉及到的风险的类型啊 好下边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投资啊 这种概念根本不需要大家去背啊 你主要是理解就可以了 那从资面意义上边 我们就可以知道投资吗 前面筹资是筹集资金 现在投资当然就是把资金投放出去 你投放资金的目的是什么呀 那肯定是为了赚钱啊 所以什么叫投资呢 是指特定的经济主体 以本金回收并获利为基本的目的 将货币实物资产等作为资本 投放于某一个具体的对象 以在未来 来获取预期经济利益的这种经济行为 那这个就叫投资 投资的特定主体啊 即包括政府也包括企业 也包括我们个人 包括我们自然人啊 那你就想一想 你有没有啥投资行为啊 那直白的说就是把资金搞出去赚钱 这个就是投资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投资行为呢 那自己想一想啊 可能会有 比如你买没买房子呀 那你炒没炒股啊 买没买基金啊 还有最起码你现在听这个课吧 你听这个课就说明你是在进行投资呢 只是这种投资呢 它是投资在智力上边哈 也就是说 呃我们要投资在自己的能力的提升上边 那这样投资之后 你看如果你考过会计师之后啊 能力有所提升了 呃职承级别也提高了 是不是就可能每个月就涨工资了 也有同学涨这个工资是挺多的 呃那相当于我们做了这样的投资 投资啊 那将来就会有相应的回报啊 那这个就叫做投资嘛 所以是对人力资源的这种投资啊 只是我们这一章 或者我们抢先学里边的这一节 所说的投资啊 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投资 企业的投资呢 是企业为了获取未来的收益 而向一定对象投放资金的这种经济行为 这就是企业投资 然后我们留住咖啡厅啊 又隆重登场了 来根据他的一些行为来判断 是不是投资行为啊 比如说留住咖啡厅啊 他为了运营是需要买咖啡朔备的 这是不是投资呢 还有他呃要想扩张呃要设立分公司 这是不是属于投资呢 这是不是属于投资呢 还有就是他有一些闲钱呢 呃那他买了其他公司的股票 买了其他公司的债券 还买了一些基金 那这是不是投资呢 答案是啥呀 答案是 是都属于投资行为啊 所以像企业投资啊 企业建设厂房设备啊 兴建电站呢 购买股票债券基金 这些经济行为都属于企业的投资行为 呃所以像留住咖啡厅购买咖啡设备 设立分公司 购买股票债券基金这些金融资产 都属于企业的投资行为 但具体是属于哪一类别的 这个我们后边就会介绍啊 那说完了投资的含义之后呢 下边我们再来说一说 企业投资管理的特点 这个特点呢 就像含义一样 不需要大家去洗资因背 从考试的角度呢 他出题的概率也是极其的微小的 我们主要是理解 他里边的内容 为后续的决策问题来做一下铺垫啊 那关于投资管理 我们教材当中一共介绍的是三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 投资它是属于战略性的决策 所谓战略性的决策呢 就是说投资的这种行为 它关系到企业的整体的方向 和未来的一个发展啊 也就是说投资 它涉及到的金额比较的大 作用时间比较的长 对企业经济利益的影响 也是比较长远的 直接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规模 这就叫战略性的决策 那如果我们把家庭比作企业的话 像我们家庭里边所做的 是不是要买套房子呀 是不是在买辆车呀 那是不是应该再生个娃呀 像这些都关系到一个家庭的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啊 所以像这一些 这个当然涉及到的金额也比较的大哈 这些都属于比较长远的这种投资 它就属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啊 那拿到企业里边 那就是企业是不是要买房子呀 是不是要开发新产品呢 是不是要和其他的公司合并啊 那是不是要再成立一个分公司啊 像这些 它全部都属于企业的投资行为 就都属于方向性的 整体性的 那这样的活动啊 所以作为投资是属于企业战略性的决策 不是战术性啊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说投资管理啊 是属于企业的非程序化的管理 那非程序化的管理就是说 这种管理啊 所涉及到的活动 它不是日常的活动 不是天天发生的啊 它不是重复的 它是对非重复性的特定经济活动进行管理 比如说这个企业是不是要开发新产品 那你说新产品不可能天天来开发啊 那是不是要买机器设备呢 也不是天天来买的 它都是一次性的这种专门的决策的啊 所以它叫做非程序化的管理 新产品的开发呀 企业并购啊 那都属于要专门的一次性的来做决策的 就属于非程序化的管理 而日常经营活动 像共产销的这些基本的活动啊 那它都属于重复性的 是可以有按照这个重复性 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做管理的啊 好 这是投资的第二个特点 那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投资价值波动比较的大 也就是我们投资的这个标的物的资产 未来收益是具有比较强的不确定性的 因为它所涉及到的时间比较的长 时间越长不确定性就越大 相应的风险也会越大 投资的标的物呢 也多为变现能力比较差的长期资产 那比如说投在设备上边啊 投在专利上边 或者投在股票上边等等 像这些都属于长期资产 那长期资产呢 它的变现能力会比较的差一些 这样呢就体现出来 投资啊它的特点叫投资价值波动比较大 那这是关于投资管理的三个特点 关于这三个特点呢 再提示一下啊 首先就是企业需要通过投资来配置企业生产运营的这些资产 那只有通过投资配置了资产 才能形成企业的生产能力 才能取得未来的经济利益 也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如果要投资一台设备的话 又购买了一台设备 那通过设备的运营 最终才能够生产出来产品 把产品卖了给企业带来相应的利益啊 嗯 接下来就是关于企业的投资活动呢 它和经营活动啊 也是不同的投资活动对企业经济利益的影响是长期的 而经营活动它就是日常的这些活动啊 那它对于企业的这个经济利益的影响是比较短期的 呃 另外呢 大家还需要知道就是投资啊 它涉及到的资金比较的多 经历的时间比较的长 对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这个知道投资的意思啊 我们对这些话就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了 不需要被啊 只要看一看稍加理解就可以了 嗯 下边呢 我们用留住咖啡厅 再复习一下前边说的投资管理的特点啊 留住咖啡厅啊 如果购买咖啡设备 如果投资分公司 那当然是属于投资行为啊 那像这些行为就属于企业战略性的决策 它是属于非程序化的管理活动 而且投资的价值 它的波动性也是比较的大的 那这个是关于投资管理的三大特点啊 大家了解一下 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那下边呢 我们着重来介绍第二节投资管理的核心内容 就是投资的分类 投资分类啊 我们教材是按照五个标准来划分的 现在我们从整体上边来认识一下这五个类别 首先第一个类别呢 就是按照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的关系 可以把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这个类别在考试当中主要考客观性的题目 那它的考点呢 是在哪些是属于直接投资 哪些投资行为呢 是属于间接投资 好 接下来第二个类别是 按照投资对象的形态和性质 我们可以把投资分为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 项目投资证券投资 这是整个终极财务管理第六章 投资管理的核心内容啊 尤其是项目投资 那考试的时候啊 必然会涉及到主观性的题目 而在我们抢先学当中呢 我主要是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下 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 稍微对里边的一些重点知识做一个提示 那下边呢 第三个类别是按照对未来生产经营前景的影响 如果是整体有影响的 这就叫做发展性的投资 如果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运营的 那就叫做维持性的投资 这个类别在考试当中也仅限于这块来考一些客观性的题目 依然还是让你去识别 说哪些投资啊 是属于发展性的 哪些是属于维持性的 好 接下来 第四个类别呢 是按照资金投出的方向 我们可以把投资分为对内投资 对外投资 这个内还是外 主要指的是企业 那如果把这个资金是投放到企业内部 比如说买了机器设备啊 那购买了这个专利商标啊 那这都属于对内的投资 而对外的投资是把资金投放到企业的外部了 比如说购买股票啊 购买债券啊 还有把设备投到其他的公司 那这个都叫做对外的投资啊 好 这是第四个类别 接下来投资的第五个类别呢 就是按照项目之间相互关联的这种关系 那可以把投资分为独立的投资和互斥的投资 独立投资互斥投资的基本概念是需要大家去理解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教材当中啊 关于项目投资里边要做相应的决策 而针对于项目就有独立投资项目和互斥投资项目 那不同类型的这些项目来做决策的话 那你就肯定是需要去识别它到底是独立的投资项目 还是这个互斥的投资项目 因为他们决策方法啊 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就是为后边的投资管理的具体学习来做一个铺垫 你先认识什么是独立投资 什么是互斥投资啊 好这是从大方向给大家先梳理了一下投资的五大类别 那关于每个类别里边的细节知识 下边我们就一一的来做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类别 就是按照投资活动和企业本身生产经营活动之间的关系 可以把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那到底哪些是直接投资 哪些投资是属于间接投资呢 我们先从概念上边认识一下啊 什么叫直接投资 就是将企业的资金投放于实体性的资产 直接谋取的是经营利润 这样的企业投资就叫直接投资 比如说我这留住咖啡厅啊购买了咖啡朔备了 又搞来一些专利怎么搞的啊 那显然也是买的啊 那像这样是把资金投放到咖啡厅里边了 投放到企业内部了 有同学说那不叫对内投资吗 的确也是对内投资 按方向来说是对内投资 但是他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投资设备啊 投资这个专利啊 能够呃这个正常的进行经营 获取更多的利润 哎有了经营利润 那这样的投资 他就是直接投资 所以直接投资呢 这里边是一道购买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流动资产 这都是用到企业内部的直接投资 就叫对内直接投资 那是不是直接投资就都是对内的呢 也不是的 因为只要他是谋取经营利润 投放在实体性资产项目上边 这就属于直接投资 所以如果说我留住咖啡厅 把一台机器设备 我投放给其他的企业了 然后这个咖啡厅呢 就变成了其他企业的股东了 那作为这样的投资行为 他也是直接投资 注意不是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啊 而是把设备直接就投放到其他的企业里边了 那这种投资 他依然叫做直接投资 而这种直接投资就把资金投放到企业外部了 所以他就属于对外的直接投资 那像企业投资分公司 设立子公司 与其他企业合资联营 这些都属于直接投资 而且也属于对外的直接投资 这样呢 大家就知道了 像直接投资 既包括对内的直接投资 也包括对外的直接投资 让你去做选择的时候 可千万不要把对外的直接投资给他漏掉了啊 那接下来什么叫做间接投资呢 就是把资金投放在股票债券基金 这些金融资产上边 通过这些金融资产来获取相应的收益 比如说把资金投放在这个债券上边 那将来就可以获得利息的收益 投放在股票上边呢 将来就获得股利的收益 所以像这些收益都属于间接收益 并不属于经营利润所获取的这种收益啊 那么像股票投资 债券投资 基金投资等等 这些都叫做间接投资 所以大家去识别哪些是直接投资 哪些是间接投资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用排除法 比如说让你去选直接投资 有哪些你就排除间接投资 也就是说间接投资我们好识别 那么排除了之后就可以选出来直接投资了 那间接投资就是这些金融资产上边的投资呗 那我们练一个题啊 来看这个单选 下列投资活动当中属于间接投资 直接让你选间接投资 那你就要选那种股票啊 债券啊 基金的这种投资方式呗 那这里边A建设新的生产线 这叫对内直接投资 B开办新的子公司是属于对外直接投资 C吸收合并其他企业 那也是属于对外直接投资 B购买公司债券 这属于购买这些金融资产啊 那么获取间接的收益 所以它是属于间接投资 这个题选择的就是B啊 间接投资啊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投资的第二个类别 就是按照投资对象的存在形态和性质 我们可以把投资分为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资金投放在哪上啊 根据这个来划分的 那有项目投资证券投资 项目投资呢 主要是把这个资金呢 投放在具有实质性内涵的经营资产上边 投放在机器设备这种有型资产 或者专利商标这种无型资产上边 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能力 开展实时性的生产经营活动 获取经营利润 这个就属于项目投资 所以项目投资这个概念 你看完了之后感觉和直接投资很像 实际上它俩就是分类的标准不一样 那从内涵上边是一样的 所以项目投资也就属于直接投资 就是项目投资和直接投资 就是分类的依据是不同的 那接下来什么是证券投资呢 显然是购买证券资产 通过证券资产所赋予的权利 来获得投资收益 或者控制其他企业的财务经营决策 但是并不直接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 这个就叫证券投资 它就把资金投放到证券资产上边 投资的对象是证券资产 那这就叫做证券投资 那显然证券投资呢 它也属于间接投资 那这个是关于投资的第二个类别啊 我们先从整体上边来看一看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 然后这里边我说过 它是属于整个第六章投资管理的核心内容 那在我们预计班当中也需要带着大家去展开里边的一些内容 我们先为后续的学习做一下谱垫啊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项目投资 项目投资所涉及到的内容 我们教材当中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财务评价指标 实际上就是去判断这个项目是否具有财务可行性 你要投资一个项目 它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那我们就需要去通过一系列的财务评价指标做相应的判断 那我们这些财务评价指标在计算的时候 它的基础是利润吗 不是的 在计算的时候啊 它的基础啊是现金流量 所以在计算财务评价指标的时候 首先就需要去确定一个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 这个确定好了之后 就要计算各种财务可行性的评价指标了 都有哪些 有两大类 一大类叫动态指标 一大类叫静态指标 这个动态指标呢 就是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货币的时间价值怎么来进行计算 啥意思 我们在前边的课程当中都已经介绍过了 那关于财务评价指标当中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指标叫动态指标 有哪些呀 就包括净限值 年金净流量 限值指数 内涵收益率 还有动态回收期 有同学说 老师啊 我一个都不认识 那当然了 你还没学呢 你认识个啥呀 那学完了之后 你就都认识了啊 你就会有小白 变成有专业知识的财务管理人员了啊 那这个是动态评价指标 接下来静态的呢 静态的就是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那这样的指标就一个 就叫做静态回收期 好 那这些指标啊 在后续基础班的学习当中呢 都会给大家一一的来做介绍的 学完你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啊 在我们这个预习班当中呢 我主要想给大家说一说 静限值和静态回收期这两个啊 好 接下来 关于项目投资 涉及到的第二块内容 就是项目投资方案的决策 说有多个投资项目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来做决策呢 那这个就涉及到你这个投资项目是独立的投资项目呢 还是护赤的呀 那么不同类型的投资项目 它决策是不一样的 那就涉及到多项目择优啊 或者是确定投资的优先顺序 像这种独立投资方案的决策 就是要确定这些投资项目的优先顺序 而互斥投资方案 还有固定资产更新决策 这个固定资产更新决策 实质上它就是互斥投资方案 那对于这样的互斥投资方案决策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择优 也就是多个互斥投资方案 哪个是最好的 那我们就去选择这个投资方案 就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啊 那作为这些 不管是独立投资方案的决策 还是互斥投资方案的决策 还是固定资产更新的决策 它都需要以财务评价指标的计算为基础的啊 好 这个是项目投资里边一个知识的梳理 那下边我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项目投资里边的这些指标啊 首先呢 我们要想计算指标 那现金流量是基础 我们先来看一看 项目现金流量的一个大致的内容 就是让你去了解一下这个知识 作为一个投资项目 比如说我现在要购买一台咖啡设备 那这台咖啡设备呢 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现金流量呢 我们需要先确定一下 也就是先去预计一下 关于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 那预计完了之后呢 再根据这些现金流量 来确定相应的财务可行性的评价指标 所以项目现金流量的确定非常之重要 如果这个你确定错了 指标自然就错了 指标错了 最终的结论也就错了啊 那我们在后续基础班里边都会展开 更细节的去介绍 现在知道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啊 一个投资项目啊 从整个经济寿命期来说是可以分为三个十点阶段的 这三个十点阶段就是投资期 营业期和终结期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草图来看一看关系啊 以及每一个十点阶段现金流量的情况 那么投资期 比如说这一段就是投资期 投资期我就是在进行投资呢 比如我购买一条生产线 购买一条生产线可能经过一年两年的 才能够给他这个投产呢 那这个就会有投资期 假如说经过两年才能够投产运营 那投资期呢就是两期 那如果我买一台咖啡设备 那直接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那投资期就是零期 就是在投资起点这块 投资一次性发生的啊 那关于投资期呢 主要就是投出资金 那现金的流量的特点就是现金流出量 注意啊 现金流量针对一个项目来说 有流入量 有流出量 有现金的净流量 现金的净流量就是用流入减流出来确定的 现金净流量我们可以用NCF来表示 这叫啥呀 叫现金净流量 然后下标呢 比如下标是零 它所表示的就是在零时点所投出的资金 那在零时点投出多少呢 比如说投出的是十万元 那现金净流量就是负的十万元 为什么是负的呀 因为流入是零啊 流出是十万呢 所以现金的净流量是多少呢 得用流入减流出 也就是用零减十得到的是负十万 能听明白吗 现金的净流量是流入减流出 那我们知道流出啊 投资期主要是流出 所以按净流量来说 投资期的净流量一般都是负的啊 比如说我买一台咖啡设备 那就在零时点这块一次性来进行投资的 那现金净流量零时点这块就应该是负的啊 负的我可以用向下的箭头来反映 就是现金的流出我用向下的箭头来反映啊 这个是投资期 而且要知道啊 所发生的现金流量 样在期出样在期末 你把期出换成期末 那都是在期末所发生的啊 接下来就是能够投产了 投产了之后呢 就开始运营了 那就进入到营业期了 通过这些机器设备的运营使用呢 那就会有现金的就是流入了啊 那这样呢 在营业期既会有现金的流入 也会有现金的流出 比如通过咖啡设备的使用 那做出来咖啡了 把咖啡卖掉了 就会换回来收入啊 那这里边我们假设收入都是现收的 那就是都属于现金的流入 那相应的你得有咖啡豆啊 有人工的这些费用的支出是吧 所以呢 也会有现金的流出 那这样作为既有流入又有流出 那净流量怎么确定呢 净流量啊 NCF 假如这是第一年 那一直到第十年 那这个NCF净流量啊 现金净流量就用1啊 或者下标2啊 3啊4啊 这样来表示 这叫现金的净流量 就是流入减流出的 那我们往往也把这样的营业期的现金净流量 就叫营业现金净流量 因为这个现金净流量是营业期嘛 就营业现金净流量啊 这个是营业期 接下来再看终结期 终结期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啊 呃 在终结期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原来投资的那个设备 它会有残值 会有一些残值 呃 那么回收的这个残值 就是现金的流入 还会有电池的一些营运资金也会收回 这就不得说啊 你就知道啊 它会有现金的流入 有一些残值的流入 有一些其他的流入 所以在终结期的时候 现金的特点就是流入 现金流入 好了啊 这个是关于一个投资项目所涉及到的三个十点阶段 投资期 营业期 和终结期 你只需要大致知道这意思就可以了 然后投资期呢 那肯定主要是投出资金嘛 所以现金净流量往往就是负的 它都有的是现金流出量啊 现金净流量是用流入减流出的 呃 接下来营业期既有流入也有流出 那终结期呢 主要是现金的流入 好 我们先大致知道这样的意思 然后下边用流注咖啡厅的一些 呃 这个投资行为啊 来把我们这 这里边所涉及到的现金流量的确定啊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净现值啊 静态回收期啊 怎么来进行计算 我们来说一说哈 就是知道大概的意思就可以了 在这里边啊 说流注咖啡厅呢 经营第一年初 以20万元购置A设备一台 并于当年投入运营 那也就是投资期是零 呃 他就在投资起点一次投入的 如果我们要画出来刚才的那个现金流量图的话啊 画出草图 那这个就是投资的起点零时点 在这呢是有20万的我简写了啊就是20万的投出的资金 这就叫现金流出量啊是20万 它呢也叫做原始投资额啊 后边我们基础班里边还会说原始投资额是怎么来确定的 那在这里边我们就知道没有其他更复杂的 我们只投资了设备了 所以这个原始投资就是20万元 接下来就直接进入到运营期了 那第一年也是运营期啊 那这个设备呢会使用10年 那10年都在运营啊 所以这10年呢就叫做营业期 这个设备啊使用10年 那呃这个10年都属于营业期 它是直线法计题设备的折旧 不考虑呃其他的因素 每年新增营业收入是15万元 新增营业成本7万元 这7万元里边是含有折旧的 折线率呢是10%啊 这里边是不考虑残值和所得税的因素 那不考虑残值这是第10年 没有残值 那终结期刚才我给大家提示过 终结期主要就是残值的回收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回收 那现在我们也不考虑残值 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回收啊 所以在终结期 那这个现金净流量就是零 我说的是终结期的现金净流量是零 那最后一年呢 你要注意啊 这最后一年是第10年 是不是第10年的现金净流量就是零呢 这个真的学完基础班有同学都蒙圈的 那现在啊要注意 在第10年就是项目终结的那一时点 在这一个时期里边啊 在这一年里边 那它是包括两个现金净流量的 一个叫营业现金净流量 一个是终结期的现金净流量 所以你不能把终结期的现金净流量和最后这一期的现金净流量弄混了 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最后这一年的现金净流量 它包括两块 一块是营业现金净流量 因为它也还是在营业期里边啊 营业现金净流量 那第二块叫什么呢 叫终结期现金净流量 那你说这个例子里边 它终结期的现金净流量是零 你能说第十期的现金净流量就是零吗 不能啊 因为它还有营业现金净流量呢 这你能明白吧 这草图啊 就是一直到最后 都会有相应的现金净流量 也就是营业现金净流量啊 营业期的现金净流量 那下边呢就给大家提出这样的三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 该项目营业现金净流量应该是多少呢 算的是营业现金净流量 那就说明让我们计算营业期的现金净流量 那第二个是 如果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回收期应该是多少呢 那显然就让我们计算静态回收期 第三个要求 该项目的净现值是多少呢 就让我们计算一下项目的净现值 实际上这三个内容都非常之重要 在我们计算分析题啊 综合题里边经常会考察 只是说我给大家在预计班所讲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涉及到的例子也很简单 就是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它大概的一个分析的过程就行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营业现金净流量怎么来确定呢 是有这样的公式哈 不要看到这么复杂就感觉头大 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过程啊 营业现金净流量 我说过现金净流量就是用流入减流出 而营业指的是营业期的 那在营业期呢既有流入也有流出 然后你就想一想那营业期流入是什么呀 流入就是营业收入 我们假设这些收入全部都形成现金了 那这个就是营业收入 这叫现金流入量 接下来现金流出量是什么呢 现金流出量啊就包括负现成本和所得税 啥叫负现成本呢 负现你从这个字面译都可以分析出来了 就是支付现金的成本 那是不是所有的成本费用里边都会支付现金呢 那可不是 比如说购买的咖啡设备 那它是属于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每一期使用不都得记题折旧吗 折旧是寄入到费用里边 但是在每一期提折旧的时候 你支付现金了吗 它是费用啊 但是并没有支付现金呢 所以像这种折旧费就属于非负现成本 那如果给这些员工来发工资呢 给生产工人来支付工资呢 那这个就需要花钱了 它就叫做负现成本 因此成本费用当中 既包括真金白银付出的这些成本 那这就叫负现成本 也包括进入到成本费用里边 但并没有支付现金的 没有花钱的这样的成本啊 所以就是营业成本啊 包括负现的和非负现的成本 大致意思能够了解就行 那现在呢 负现呢 它才是流出啊 就要减掉负现成本 那所得税你也是要交给国家的 那这个所得税呢 它也是这个现金的流出 这样呢 营业现金净流量就用营业收入减负现成本 减所得税 我们把这个负现成本给它 写成营业成本减非负现成本 没毛病吧 营业成本里边包括这两块吗 那负现成本完全可以用 营业成本把非负现给它搞掉啊 好 然后再减所得税 把这括号给我打开 打开之后就变成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打开之后变成加非负现成本减所得税 那这个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再减所得税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营业净利润 那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叫营业利润 然后再减所得税 然后再加非负现成本 如果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营业现金净流量呢 就等于营业利润加非负现成本 这推导过程能知道吗 那最终的结果还是建议大家记一下 但是现在呢 你就看着这个公式 能够往里边去待数就可以了 你慢慢慢慢的 你不用强迫自己背下来啊 那慢慢慢慢的随着我们自己做复习啊 还有后边基础班的学习 你肯定最后肯定能够记住啊 因此不用那么特别着急的去背它 你现在知道它大概的一个 这个来龙去脉就可以了 然后在营业现金净流量当中呢 这个我们预期班也没有讲那么的复杂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公式啊 我们现在主要是能够知道 用营业利润加非负现成本 得到营业现金净流量就可以了啊 好那根据这个公式 我们再带入前边啊 这个例子里边的这些数 你就可以确定营业现金净流量了 那在这里边呢 我再提示一下 这个非负现成本有哪些啊 前面你知道了有折旧 实际上还会涉及到像长期资产 像专利商标这些无形资产 它还会有一些摊销费用 还有一些资产呢 会有减值损失 总之呢 都是进入到成本费用当中的 但并没有流出现金啊 所以这里边折旧啊 摊销啊 减值损失啊 你知道都属于非负现成本 但我们目前呢 那主要还是记折旧就行了 知道折旧是属于非负现成本啊 下边呢 我们就把刚才这个案例当中的数字 带到这个公式当中 来计算一下营业现金净流量啊 呃 说留住咖啡厅呢 第一年初是20万购买了A设备 说明这个固定资产的原值是20万元 然后你要先计算出来折旧 为什么要计算折旧呢 因为算营业现金净流量最后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是用营业利润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啊 是营业利润加非负现成本 而在这个例子当中 非负现成本就是折旧啊 因此必须要把折旧给它计算出来 那折旧是多少呢 原值是20万 预计使用年限是10年 直线法提折旧费 直线法提折旧费会吗 就是按年 等额来摊销就可以了 它又没有残值 那现在就是20万的原值 摊到10年里边吧 这个摊就直接除以10就可以了 因此每一年的折旧费 就是2万元 折旧有了 下边还要把营业利润确定下来 营业利润就是用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这个就是营业利润 他说 投入这台设备啊 每年新增的营业收入是15万 新增的营业成本是7万 那就用15万减7万 就可以确定出来营业利润是多少了 它里边呢 折旧刚才确定下来是2万 它并没有流出现金 因此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之上 要加回来这个折旧费 那就用15万减7万加上2万 算出来结果是10万元 这10万元我问你是啥 10万元是什么 就是营业现金净流量啊 这是10万元 好了 下边我们就开始计算两个指标 一个是静态回收期 一个是净现值 那什么是静态回收期呢 静态和动态的区别 就在于是否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静态是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的 那静态回收期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用我们这个项目的未来现金净流量 收回原始投资所经历的时间 那不需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不同时点的资金是可以相加减的 这就是静态回收期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回本的时间 然后你用什么回本啊 就刚才这例子里边的本钱是多少 是不是投资了20万呢 就说你收回了20万要用多长时间 用什么收回来 不是用利润呢 应该用什么收回 是用现金呢 是用未来的现金净流量收回原始投资 那收回用多长时间 那这个时间就叫做静态回收期 那假如说每一年的营业现金净流量都是相等的 就像刚才这个案例里边 每一年的营业现金净流量都是10万元 那你怎么能够算出来回本的时间呢 你本钱就是20万呢 那你每年都能收回来10万 你说能收回来多少年吧 是不是很好算呀 他就是用原始投资额 除以每一年营业现金净流量 那刚才这个题20万除以10万 用两年就能回本了 所以就是用未来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本钱所经历的时间 就叫做静态回收期 那给你举的例子也都属于特例的形式 我们如果要稍微延伸 稍微复杂 那么一点点呢 比如还是这个例子 原始投资额是20万 那我们所确定的 比如第一期的现金净流量 我就这么写了啊 第一期的现金净流量 就是营业现金净流量呢 比如是5万元 然后第二期的营业现金净流量呢 比如说是10万元 然后第三期的现金净流量呢 那比如说是这个5万元 假如说是5万元的话 你说收回原始投资需要多长时间呀 那第一年收回来5万 第二年收回来10万 经过两年一共收回15万 第三年呢 收回来5万加一起20万 要经过三年收回来这个原始投资 那静态投资回收期呢 就应该是三年 这是直接用原始投资额 除以每年营业现金净流量吗 这不是是吧 因为每一年的营业现金净流量 不相等啊 管它相等不相等 你只要知道它大概的意思就行了 就是用未来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本钱所经历的时间 那现在我本钱就是20万 我经过这三年 收回的现金流量正好是20万 所以静态回收期就应该是三年嘛 就这个意思啊 如果再复杂那么一点点呢 比如这是15万 这种情况下 那又应该是多少呢 你怎么来进行计算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怎么计算啊 说我们第一年呢 总之本是20万 那回本的时间 第一年回来5万 第二年回来10万 经过这两年一共回来多少 经过这两年一共回来 是不是15万呢 五年收回15万 还有多少本钱没收回来 就还有五万的本没收回来 那这五万的本是不是在第三年收回啊 那肯定啊 第三年现金净流量是15万呢 但是不是用这一整年回本的呢 人这一整年是15万 你的五万在这一整年里边占了多长时间 所以收回来的这个本钱啊 应该是两年加上一定的时间 那我就把它叫做啊 就更好记一些 就叫做整数年收回来 大部分原始投资额所经历的整数年 就是两年 再加上一个小数年 就是剩余的那个投资额啊 剩余的本钱 在下一年收回投资整数年 下一年不就是第三年吗啊 在下一年所占的一个比例 那这样呢 上位收回的投资 经过两年上位收回的是5 接下来 下一年的现金净流量呢 是15 因此小数年就是5 除以15 那要经过2又 1 3 2又三分之一的时间 收回来本钱 就这样的意思 这就给大家延伸了两种情况啊 都是静态回收期的计算 但我们实际上是 相应有一些复杂的情况的 那我现在给大家所介绍的 最简单的 就是每一年的营业现金净流量都相等 那回本的时间 直接用本钱 除以每一年回收的数就可以了 那第二种情况呢 是我口述给大家延伸的 相对复杂一点的啊 第二种情况就是 每一年的营业现金净流量 它不相等 那不相等呢 那你就需要去看 是不是 这个有收回投资的整数年 如果正好整数年 把这个投资都收回来了 那这个整数年 它就是静态回收期 如果经过整数年 那还有一部分投资 没有收回来 那这个时候的静态回收期呢 就会包括两块 一块是收回投资的整数年 一块是收回投资的小数年 整数年好确定 那小数年怎么确定呢 就是用尚未收回来的原始投资 除以整数年 下一年的现金净流量就可以了 就这样的一个计算思想啊 好了 这个是关于静态回收期啊 总之呢 你理解它的意思 就是回本的时间 而且不同时点的资金 是可以相加减的 因为它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下边呢 我们再看比较复杂的 就是净限值 净限值是整个财务评价指标的计算基础啊 其他的除了静态回收期之外啊 其他的这些指标啊 都和净限值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净限值是非常基础的 一个财务可行性评价指标 那净限值呢 它是属于动态指标 动态就是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而一旦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那不同时点的资金就不能够相加减了 那现在怎么来计算净限值呢 我们先把概念看一看 指的是一个投资项目 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值 与原始投资额限值之间的差额 就叫做净限值 用公式来表示的话 就是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值 减原始投资额的限值 我们去简单理解一下它的思想 就是说现在呢 我是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了 那我将来能够收回来多少现金呢 就是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值 这是收回来的 然后你不也有投资吗 那你这个投资的限值是多少呢 这就是你投资的 这个是你赚来的 那你净赚多少啊 净赚多少就是净限值的基本意思 你赚来的就是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值 你投出去的就是原始投资额的限值 那最终你赚了多少啊 所以它是一个剩余的收益的这种概念 或者把它叫做超额的收益 你只有未来赚的超过了你的本钱 那你才能够有额外的这种收益 那你这个企业啊 或者这个项目 你运营才是有意义的 因此啊 这个净限值大概的意思 你要知道就是未来赚的 就是未来现金净流量 为什么加一个限值 因为它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那你就把未来现金净流量 全都给它折到零时点 然后再把原始投资额折到零时点 原始投资额如果就在零时点的话 就不需要折了 原始投资额的限值就是原始投资了 那这样呢 你用赚来的 你减掉 你花的 那得到的就是净赚的 就这样的一个思想 好了 现在解决的就是 那我到底怎么折现呢 未来现金净流量 怎么算出来限值啊 原始投资额 如果不在同一时点来投资的话 那怎么算限值呢 那么原始投资额 一般啊 我们考试当中 计算题啊 综合题啊 往往如果考到这块 通常都是在零时点一次投资的 所以像复杂的情况 就先不给大家在预计班当中来说了 我们主要说那种常见的 然后比较简单的这个内容啊 让大家找找思路就可以了 好 那到底怎么来着现 实际上真不是这一节所学习的内容 而是在专题一里边给大家交代完了啊 那下边呢 我们就用前边的留住咖啡厅那个案例 来把净见值的计算啊 来说一说 关于这个咖啡厅啊 刚才我们已经算出来说 投资这个A设备 原始投资额是20万 营业现金净流量是10万 然后画出来草图 这你认识吧 画出来的草图啊 我这是一个完整的草图 零时点投资20万 你你花的钱是20万 那你赚来的是多少呢 说每年赚来10万 每年赚来10万 从第一年 我可以这么写啊 NCF1-10 这意思就是第一年一直到第十年 每一年都有现金净流量10万元 这么写啊 你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你每一年都能赚10万 那最终净赚的是多少啊 得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啊 那你不能用这10万直接乘以10 10万乘以10 就相当于把这10个10万加一起 这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这不行 必须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就把这10个10万给它搞到零时点 搞到零时点 这就叫做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制 你怎么给它搞到零时点呢 这就和我们专题一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 联系在一起了 你就要把这10个10万搞到零时点 你站在零时点往后一看 是不是每年的现金净流量都相等啊 它属于年金四胞胎当中的哪一种年金 还有印象吗 那肯定很容易啊 就叫做普通年金呗 因此这就叫普通年金求限值 而普通年金求限值用什么系数呢 求什么用什么系数啊 求限值就用限值系数 已知的是年金 所以用的是年金限值系数 因此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值怎么算 就用10万乘以10年期的年金限值系数 折现率题目里边告诉你是10%啊 这算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折到零时点 你一共赚了多少现金 总共赚的现金数 然后减掉你花的现金数 你的投资数 所以把这个20万的投资给它剃掉 这样我们查系数表 最终可以算出来净赚的 净赚的就是414460 这净赚的就叫啥呀 就叫做净限值 净限值可以用NPV来表示 你放心啊 这些字母我记不住都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考试一定是用这个文字来把这个指标说出来的 那这个叫净限值 这个净限值呢 就是41万多 也就是你净赚的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净赚的 这就是计算出来净限值了吧 所以如果说这个题净限值你不会计算 你肯定不是因为不理解净限值的概念 你应该理解了 但你算不出来这个数是因为啥 是因为你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可能不太会 所以关于投资管理里边啊 无论是项目投资还是证券投资 涉及到一些计算的问题 好多都是和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是有关系的 如果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 那个基础并没有打好的话 后续我们计算这些财务评价指标啊 以及证券投资里边的这些 内部收益率啊 或者是这个价值啊 那可能就会比较的麻烦啊 那我们现在算出来净限值了 说那这项目可行不可行啊 这个项目呢 你看你净赚的是大鱼领了 你净赚这么多 你说可行不可行啊 你有超额收益啊 你有剩余的收益啊 可行不可行啊 肯定是可行的 净限值来评价一个投资项目的财务可行性的话 就是当净限值NPV大于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投资项目呢 就是可行的 否则就是不可行的 道理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啊 好 这个是关于净限值的计算 还有评价的问题 那像前边静态回收期啊 一般来说 像静态回收期应该要和 我们的基准回收期做比较 如果静态回收期要短于 基准回收期的话 那它就是可行的 就是回收期呢 那是你回本的时间 你想着回本 当然是越早越好了 所以回本的时间越早 那回收期就越短 那这样的项目呢 就越具有财务可行性啊 而净限值是你的剩余收益 就是你的超额的这种现金 你的净赚的 当然你净赚的 要是越大的话 这个项目呢 往往就应该是越好的啊 这个是关于净限值的计算啊 那这样呢 对于项目投资里边的这些内容 就给大家补充完一些细节的知识了 包括营业现金净流量的确定 包括静态回收期和净限值的计算 下边来做做题目再练一下 来看这道判断题啊 说投资项目是否具有财务可行性 完全取决于该项目在整个售目期内 获得的利润总额是否超过整个项目的投资成本 我问你 前面咱们计算净限值也好 还是计算静态回收期也好 是不是只用利润总额呢 是不是只用利润总额 就是说你用没用利润总额 直接去计算回收期 去计算净限值呢 没有 你用的是啥呀 你用的是现金净流量啊 利润和现金净流量 它是不一样的 那一个项目是否具有财务可行性 它不看利润总额的 它看的是现金的情况啊 所以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得看未来现金净流量的这个总额 是不是超过整个项目的投资成本 如果超过 那就说明金净值是大于零的 那这个项目就是具有财务可行性的 所以它的表述是错误的 下边我们再看这道多选题 其次三 下列投资项目评价指标当中 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的有 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这个就是货币 资金的时间价值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 那就说明让我们去选择动态财务评价指标 A 内涵收益率 B 竞见值 C 年金净流量 B 动态回收期 那这个题啊 主要是想再补充一些细节的知识 我们一起来看起C 在这里边要知道 财务可行性的评价指标 按照是否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分为静态的和动态的 那么关于静态指标就一个叫静态回收期 刚才这个题里边人家不叫静态回收期 是叫回收期 但是它是动态的 如果是动态显然它是动态指标 那么下边再看动态指标有哪些呢 就包括我们前边已经掌握基本思想的 这个净限值 包括年金净流量 限值指数 内含收益率 动态回收期 那你可能除了净限值之外的 那些指标都不认识 一点关系没有 就是预期班不认识 没关系 但是在后援的基础班里边 学过了之后 你就这个该认识了啊 也肯定能够认识了 所以不用管它啊 你就知道这些指标呢 都是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 都属于动态评价指标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是关于财务可行性评价指标的一个分类的内容 嗯 下边再看 习第四这道单选 这题说 某公司呢 计划投资建设一条生产线 投资总额是60万元 预计生产线投产之后 每年可以为公司新增利润 4万元 生产线的年折旧额是6万元 不考虑所得税 该投资的静态回收期是多少年呢 我说过静态回收期 就是不需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的 那就是回本的时间嘛 回本的时间用啥回本啊 是用利润回本吗 不是 是用现金净流量回本的 用营业现金净流量回本啊 那么营业现金净流量 是应该在利润的基础之上 加什么呢 就加 非负现成本 折旧贪销这些 那么这里边呢 折旧是6万元 那利润是4万元 所以要在4万元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 折旧额的这种 非负现成本 得到的结果就是 10万元 那营业现金净流量 就是10万元 那本钱是多少呢 60万 你说每年都能收回了10万 一共本钱是60万 那多长时间能回本啊 很显然 很好算 60万除以10万 看谁算不出来的 谁算不出来 就说明没认真听课 那这个应该是第6年 这是静态回收期的计算 在我们预期班当中 怎么都得掌握它的基本思想啊 回本的时间 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这就OK了 这个题啊 就选6年了 好 那这样呢 关于项目投资的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啊 在预期班当中 主要是介绍这些 比较简单的内容 就是相对的这种思路 你能够知道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